不要啦,不要改難度啦,繼續啦 不改了啦 男人只要決定了就不肯改了,好不好 嘴巴一直抱怨,但實際上還是過了嘛 是不是 第八章 A planted seed will grow 就是種下去的種子會發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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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掏出了地下墓穴 逃過了香繩的追擊,然後這裡又是什麼鳥地方啊 前面就一大堆殭屍在等我了喔 呃 呃 等一下,狙擊槍,狙,狙,狙看看會不會死啊 狙頭 好像會死欸 一槍就死了 喔,蠻,蠻 喔,有的沒死 啊 第一次覺得賽巴斯丁槍法其實還可以嘛 哈哈哈哈 這邊應該沒怪了 等一下,打,打個桶子,忘記打了 喔,水喔,小槍子彈7發 啊 小槍子彈,打這些殭屍的角,有的打不到啊 他走,走路的時候我都打到 他兩,兩角之間 怎麼可以剛好打到兩角之間了 他覺得真的很好笑啊 呦 反應太慢,來不及了 誒,我 誒,我是要打僵尸,我不是 我不是要打木板 我怎麼, davion 變身了拉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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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變這個東西啊 點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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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我點我點我 欸不用點爆了 這種死了之後怎麼都不會消失了 而且敵人都變得跟以前的那個 不太一樣了 三發 不能盲狙 不行 一定要瞄 啊對齁我沒火柴忘記了 欸靠腰我這麼遠就看到了 啊我開燈啊 看著看著這邊能不能打爆他 不來嗎 這種敵人不能暗殺欸 欸 起麥啊 這是什麼鬼啊 欸他趴下來了 我沒有火柴不能點 算了散彈槍啦 這應該死了吧 呦 呦 沒寶 這是打開門的鎖 等一下喔 沒有寶 連個子彈都不給 連個子彈都不給 嘿嘿嘿嘿 不用在那邊打老鼠打烏鴉了 啊小啊 這個應該死了吧 死了 屍體要多尻幾下 我覺得潛行這個角度在走的時候 視野比較好 好可憐喔 紀錄了 這邊都有陷阱 這個好像不會射到我對不對 直直過去 冰凍劍 不要這樣啦 讓我 想辦法拿一下支援嗎 上面的拿不到 塞巴斯丁太矮了 欸 丁老師欸 我在後面都一直中 沒東西可以做 我只有一個閃光劍跟冰凍劍 換把他拿出來好了 擠沙丁魚 擠沙丁魚 上面那個好像可以拿 又好像不行拿啊 討厭欸 漂亮喔 手槍子彈六個 好噁心喔 這個東西超噁的 這個 這是殺小啊 這個我要用打嗎 他從牆上鑽出來那一瞬間 超噁心的啦 這個採一採 這個好像不會咬我 小怪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採什麼 這個視角真的是糟糕到有點火大啊 欸 會咬喔 欸 會咬喔 多少隻啊 解離性人格是說 人格分裂嗎 展現自殺傾向 對核心人格攻擊 達到某種停滯狀態 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之前實驗不是說 把一個人的意識 植入到另外一個人的腦袋裡面嗎 那 這個人的肉體就承載了兩個人格 那這兩個人格 會開始互相憎恨對方 排斥對方 然後開始有一種 自殺傾向 但是因為你要活下來 所以沒辦法 到最後就變成說 兩個人格妥協了 然後 停止殺戮 然後活在同一個肉體裡這樣嗎 所以說這是一個植入 在別人腦袋中植入 另外一個人格的 實驗 在腦袋中植入想法 難不成是什麼啊 那個什麼啊 全面啟動喔還是什麼鬼啊 皮卡丘演的那一部啊 忘記名字了 大陸叫全面啟動 台灣人 來點子彈吧 冰霜劍跟閃光劍 閃光好像真的沒屁用 欸打得過不去啊 爬過去 喔這邊用爬的 欸大家有多小怪 那些小怪就是跟青蛙一樣跳來跳去 看到要來打爆一隻老鼠 到夢空間了 這個應該不能潛行擊殺 試看看吧 不行啊這種不能潛行擊殺啊 不行啊這種不能潛行擊殺啊 兩隻啊 啊我也沒有火柴了這個只能打了 好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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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險的 可是從香子王打死之後到現在我都没有看到 護士姐姐的小霧啊 這個玻璃道是有嗎? 這條是什麼東西啊? 陷阱嗎? 呵呵呵 畏懼人設的陷阱 啊 前面是 小屋 我看到了 獨有的 沾滿血的木門 就是護士姊姊家 欸 不是喔? 啊 不是啦 那個門不是 害我高興了一下 我走得太深了 這絕對是個陷阱 蘇菲亞說過好幾遍要我別去 但答案就在眼前 我注意到門縫裡吹來極弱的風 門外一定會通往外面 我找到的板子看起來和插槽吻合 這就跟我們上一集是 不是上一集啦 上一張啦 那個 古木騎騙那個 木板一樣是不是 石板啊 板子可能就是鑰匙 通往何處不知道 撿到鑰匙了嗎? 這個就是被 這個就是寫筆記的傢伙對不對 靠這看起來 這一定是 有陷阱對不對 原來是木板嗎 動什麼啊 動 你已經死了 在那邊動 在那邊周動 耳不耳啊 呃靠 就這樣 我把它 屍體放下來 然後木板發亮才可以撿 嗯 蛤 完蛋了 這個 就像硬幣的正反面一樣 如果我插錯的話 我就要被戳 等一下喔 我知道 我知道哪一面要插進去 這一面有沾著血 所以 那個死掉的人一定一開始就是 這一面這樣直接插進去的 所以他死掉的血噴到木板上面 所以我這次一定要反過來插 這絕對是對的對不對 啊 水 緊要關頭強大的推理能力 出現了 現在把斯汀講 讚 沒有沒有 那不是硬幣 那個可以看出 看出那個端倪的 啊 萊斯底在前面啊 每次感受到這個震動就知道了 那個混蛋在箱子頭那邊 在箱子頭那邊自己跑了 然後就 跑到這麼深處 該死了 這個 往後看一定 這是 啊 地圖 我以為這次是無限長狼 好像不是喔 這個光讓我非常有警戒心 因為 每次那個感應式地雷都是這種顏色 什麼也沒有啊 有 醫生 我看到醫生了 回頭 回頭看一次再進去 他都不知道自己怎麼來這邊的嗎 這個就是 刀劍神域的連接裝置 哈哈 哦 這個之前打那個 打怪物有發現嗎 打怪物有發現嗎 怪物我們打到之前不是有一種 連接一種 像期待一樣在頭後面的 那種就是 把那幾個人的 意志 意識 意識都連接在一起 所以我在想 萊斯里跟魯維克 也是連接在一起對不對 對啊 真的 呃 靠 怎麼了 他流鼻顯示 有人對他腦子在做 做怪 我會說他想要我們死 顯而 這個太明顯了吧 你一看就知道 我一直以來 歷經這麼多困難 現在才要聽這個 超級大醫生說 他想要我們死 我屁股想也知道 不過 遇到醫生 他就是直接 明白了當地 解釋跟我們聽說 我們現在是在 魯維克或者是 萊斯里的腦袋中 然後意識是連接起來的 跟誰連接不知道 我跟他連接嗎 還是跟眼鏡哥連接的 每個人就像 道夢空間一樣 都連接在一起 意識都連接在一起 我們今天早上送莉莉上學 這是他第一天上幼稚園 嗯嗯 嗯 嗯 人口失蹤數再增加 這個回憶不太重要 等一下有門喔 檢查一下子彈 這是剛剛 醫生站的那個 連接裝置啊 連接裝置怎麼不見了 被拔掉了 這裡看起來像護士姐姐家欸 欸靠 有什麼東西啊 有什麼東西啊 欸欸欸我跑不動啊 這邊是不是有個門要進去啊 不是吧 快跑啊 快跑啊 他把牆壁能夠撞破 一扇門竟然能夠把他關在一起 可以把他阻絕在外面 我覺得這個 這個跟實體的力量無關 他把門關起來 代表說他在腦子裡面 阻斷他了 然後魯維克克到我面前來 欸這關那麼快過啦 第八章 記錄一下吧 這關主要就是講解 我們的腦袋 是如何連接在一起 還有 連接在一起 並且取 並且不是取代啊 就是 另外一個人格 進到你的身體裡之後 你原本的人格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有自殺傾向 你會有憎恨的感覺 你會想要把 侵入你腦袋的這個傢伙殺死 然後再加上醫生跟我們解釋 腦袋連接這個裝置對不對 如果啦 如果一個假設啦 現在 萊斯里現在躺在腦袋連 腦袋連接裝置中 然後 塞巴斯丁 眼鏡哥 基曼 跟魯維克 同時都 連接在 萊斯里的腦袋中 那萊斯里因為 想要 把 魯維克 趕出去嘛 所以他會起 殺意 但是因為我們 全部都連接在他腦袋中 所以會連累我們 我們也會 等於要 跟萊斯里的 殺意對抗 這個解釋夠完美了吧 嘿嘿嘿嘿 這個解釋夠完美了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